北漂第五年,男友爱上了实习生妹妹,我转身离开,她却又来求复合。 我和男友毕业后就开始北漂,决定留在北京那天,我俩聊到高房价,互相打气,大不了就租一辈子的房,私事漏事,唯无得心嘛。 几年下来,想到当初的志气满满,我只有苦笑。 前几天,中介说,下一年的房租涨到四千,还得额外再付她一个月中介费。 这只是老旧小区里的一间次卧。 采光糟糕,面积不足时平,要四千也太离谱了。 中介那边不肯让步,她知道这房子在男友公司房补范围内,首先把补贴算了进去。 况且,心意查学生快出校门,我们不租,有的是人租。 我不愿意做冤大头,于是抓紧时间刷各种租房了,想找到房东直租的房源,省下中介费。 网上充斥着假房源和假房东,我找得很心累,看看时间,男友快下班了,不由得心下感慨,至少还有爱情,已经很好了。 陆志安回来了,还没放下双肩包,就像我吐槽起足里来的实习生。 哎,现在的小孩水平真差,好多基础的东西都得我现教。 我体谅他工作辛苦,打起精神准备安慰他,可是听着听着就不对劲了。 陆志安的嘴角,琴着一抹微笑,许林真有意思,左一瓶花,右一瓶花地拿到工位上,弄得像开花店,还非要告诉我每一种花叫什么名字,真是孩子气。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忍不住想问问详细情况,又自觉没趣。 他自己出了会儿神,又说,也难怪,他比我小六岁呢,我上大学那年,这家伙还是个小学生。 小六岁,那么现在才二十一,怪不得在网友们说起来很压抑的互联网大厂,他还有闲心用鲜花布置工位。 鲜花最麻烦,价格那么贵,看不了几天就谢了。 花又不能吃,比水果还奢侈,为了省钱,我们连水果都很少买。 这天是陆之安第一次提到许林,我却预感到还会有许多次。 刺心的事情很快又发生了。 那天,我上班时被领导无缘无故训了一通,下班后便向陆之安吐槽,期待像以前一样得到安慰。 他先是沉默,接着伸手按了按额头,叹了口气,才说,其实,你也不对。 领导说了你,你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做错,不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争个是非,惹领导不痛快? 举个例子,今天许林的代码差点造成献上事故,我没忍住训了他,他就没像你这样耿着脖子跟我争对错。 人家爽快地承认错误,拱手道歉,还请我喝奶茶。 他甜甜嘴唇,似乎在回味奶茶的鱼干,还挺好喝的。 我的心沉到谷底,陆之安从来不喝奶茶,他觉得是广告营销的产物,智商税,傻子才喝。 从前他看我偶尔喝奶茶都要皱眉,现在这么快就接受了。 我苦笑着陷入沉默。 陆之安低头滑手机,时不时点进顶部的消息通知,手指翻飞。 他真的变了,从前他最讨厌浪费时间在聊天软件上。 快到十二点,陆之安终于放下手机去洗澡。 他刚离开,屏幕又亮起来。 我从不检查他的手机,因此他没有防着我的心思,但这次我把目光移了过去。 备注是小笨蛋的人发来消息,明早九点,食堂见。 迟到请喝奶茶。 我不知道一向十点多才到公司的陆之安有没有早起赴约,因为七点钟我已经在人潮拥挤的地铁上。 陆之安在互联网大厂做算法工程师,压力大,用脑过度常常失眠,因此我们总是租靠近他公司的房子,好让他能多睡一会儿。 可这样一来,我每天得花上一个多小时通勤。 不过,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在北京也算平常,这是一个让人时空观变形的城市。 哐当哐当,地铁运行的声响敲打着我因失眠而格外脆弱的神经。 我把自己吊在地铁拉环上,看着广告屏幕,发觉今天是我的生日。 记得刚在一起那天,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以后除了生日,七夕,情人节,一百天,两百天,三百天,一周年,所有值得纪念的日子,我都要送礼物给你。 他说到做到,送过形形色色的东西,送出了心得,被朋友打去说可以去网上给直男开付费咨询。 可是,自从我前年过生日,而他一整周连续加班那次,陆之安开始用红包代替礼物。 520,1314,他出手并不小气。 我俩是同学,毕业后,他进大厂,我进国企,一个挣钱,一个拿户口。 陆之安赶上互联网发展的红利期,收入已经颇为可观。 上个月末,他对着工资条,笑道, 哎,我缴的税都比你一个月工资高,但你们是真的轻松,五点就下班了,真爽。 我过得很轻松啊。 家里的琐事都是我在负责,打扫卫生,去超市买打折的菜,每年一次辛辛苦苦地找房源, 然后问他是否满意。 上周让他看我找好的几个房子,陆之安草草贴了两眼,抱怨道,不行,这房子太老了。 这间靠近马路,太吵。 离公司走路要二十分钟了,太远了。 最后,他不耐烦地问,为什么不能找好点的房子? 因为要攒钱买房,能省则省,租房的预算不到四千,而房租却水涨船高。 即使只是四千,每个季度一下子就要交一万二。 虽然当初说好房租由他负责,可是找他要钱,而他皱眉不语的那十几秒, 我还是感觉自尊在破碎。 回过神来,我在车厢玻璃上看见自己,穿着松松垮垮的旧外套,头发好久没打理了。 面前却正对着一个极美丽的女孩子, 无量的长发,呈黑的毛子,纤细的手有颖白精巧的指甲。 他像一个小说里的人物,两肩清爽,没沾染生活的尘土,出现在地铁上也许只因为赶时间。 我在这对比中,自残行贿,趁着有人下车,不动声色地走开。 其实,我出身县城小康之家,父母开明,愿意支持我,但他们毕生积蓄在北京的房价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渺茫的买房定居的梦想,我在北京活得如此灰头土脸。 到了单位,闺蜜单单发消息,约我晚上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 我一整天心神不宁,预感到不会是好事。 见面聊了几句闲话,单单把声音放低, 你知不知道,陆之安在公司食堂,天天和实习生单独吃饭。 见我没反应,他补了一句,吃早餐。 要是没有鬼,谁会像神经病一样约着吃早餐。 一大早不多睡会觉,来回地发消息,你等我,我等你,真有闲心。 见我不说话,单单在我眼前晃晃手。 喂,你傻了? 我在想,啊,原来已经吃了一阵子早饭了。 一时间,我有种悬在头顶的石块终于落了下来的感觉, 咚的一声,一直砸进无底的深洞里。 这些日子,要说不介意他反复提起许林, 那是假的,我毕竟还爱着他。 可是,我有我的自尊,他不说,我便闭紧嘴不问。 如今事情明朗了,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陆之安过上了一种有趣的生活。 单单替我出主意,叫我去一趟公司,送点什么东西过去,宣示一下主权。 小姑娘嘛,对老男人有点崇拜很正常,未必真要挖你墙角。 先宣示主权,他如果要脸,冷下来最好,要是不要脸,我帮你骂他。 我摇摇头,当初选择留在北京,不是为了今天像烂俗故事里被厌弃的代婆一般打上门去。 而且一旦那么做,真成了网友嘲讽的那种女人,要求别人离男友远点,男友却长得像一只河童。 想到河童图,我不合时宜地笑了。 单单像见鬼一样,咬我的胳膊,喂,振作一点,硬气一点,尽快让他娶你。 你俩已经八年长跑了,还要耗到什么时候? 啊,我被他搞晕了,再发现男友一次精神出轨的当口,加紧结婚。 到底是我疯了,还是单单疯了? 你别用那眼神瞪我。 你以为像他这样学历,工资,长相的男人很好找。 我亲身经历告诉你,不好找。 这种男人一旦被抓住,根本不流通的。 见我有反驳的意思,单单挥手,截住我的话头。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要纯粹的爱情,要真爱。 可是所谓爱情,所谓婚姻,有时就是一场博弈。 那么多恩爱夫妻,背后不都是冷暖自知。 他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悲悯。 秋秋,陆之安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只是一时心缘一马。 这个年纪重新认识一个男人,除非在玛丽苏小说世界,不然只会更自私,更冷血,更一地鸡毛。 我沉默,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单单一向坦诚,在相亲中所碰到的心酸事,装装渐渐,他都曾讲给我听。 我默默回家。 陆之安加班未回,十分钟前却发了一条朋友圈。 桌子上摆着啤酒和烤串,他写道,吃人嘴软,撸起袖子,找爸爸。 照片的一角是插在花瓶里的玫瑰花,右下角露出一点点指甲,心涂了指甲油,粉光艳艳。 真是朝夕相对,隔壁的夫妻又在吵架,把我从以你的想象拉回现实。 有人摔了东西,大声地指责渐渐转变为低声的物业。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觉得,我们和隔壁这对夫妻截然不同。 他们是北漂的前辈,不太成功的那种。 年近四十还在租房,常常吵得翻天覆地,互相诅咒,彼此撕破脸,哪有浪漫可言。 而我曾经相信,我和陆之安之间有爱情。 夜深了,陆之安还没下班,也不回复消息。 曾经的他会趁着周五早早下班,和我一起挤在厨房里做晚饭。 十二点了,前一天已经结束,我连一句生日祝福也没收到。 寂静中,隔着墙壁传来暧昧的声音,那对夫妻已经和好了。 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他们从老家接一对双胞胎女孩过来,四口人挤在小房间里,周末起大早浩浩荡荡出去游北京。 兴许他们才是真的有感情,向藤树相连。 我和陆之安倒是不吵架,可是也不交流。 我早睡早起,他晚出晚归,我们不提起婚姻,不提起未来,只是惯性地省钱,麻木地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现在,他好像找到一束光了。 周六中午快十二点,陆之安问我,午饭没做吗? 我说,今天出去吃。 到了饭店,我心中含着一股怨愤,刷刷地点菜。 反正是他付钱,反正心疼男人没有用。 陆之安欲言又止,在我对着服务员爆出第五个菜以后,他终于一挥胳膊,替我合上了菜单。 先点这些吧,吃不够在家,不能浪费吗? 菜端上来,兴许是点了这么多,使他肉痛,陆之安终于放下手机,抬起眼皮吃饭。 我只捡自己爱吃的,七成饱就放下筷子。 不体谅男人,自己便轻松许多。 吃完饭,又在商场里逛首饰店,携包店。 陆之安为我付了两次钱,到第三次,他在收银台前后退一步,笑道,给你个机会,自己付。 我们此刻在桂园眼里一定显得很奇葩。 我轻笑,那就算了,随后掉头就走。 出商场时,偶然间,我在玻璃墙上贴见自己的脸,神色十分暗淡。 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我就会开心吗? 和他耍心眼,尽可能地从他口袋里掏钱,不给变怄气,冷战,这是报复的好办法吗? 我今年二十七岁,依然是生命里的黄金时代,我只想好好的和一个人相爱呀。 彷徨痛苦中,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才想起来已经许久没打电话给爸妈。 我抱歉地说,最近忙,忘记给你们打电话了。 没事没事,我们俩在家好好的呢。 是这样,我跟你妈过两天,想去北京看看你,行吗? 我爸那小心翼翼的口气使我鼻子发酸。 我说,你们来嘛,到时候带你们四处转转。 我爸很高兴,那我把电话给妈妈了。 我刚喊一声妈,对面就问,怎么鼻子囊囊的。 着凉了?没着凉。 我憋住眼泪,勉强聊几句便挂了电话。 一周的时间疏忽而过,我去车站接爸妈。 他俩隔着老远先认出我,开心地挥手,走到面前, 两个人异口同声,秋秋瘦了。 我妈一把将我抱住,温柔的香水环绕着我。 还是我拿到第一笔工资为他买的, 他从此觉得世上没有香水比这一款更好闻。 我爸笑着问,小鹿在家。 昨天,听说我爸妈要来, 鹿之安眉巷之前那么主动地说要一起接, 而是用了个疑问句,我也去吗? 我说不用了,他肉眼可见得如是重负, 背着书包就去公司加班了。 这次他没来接,我爸说,工作第一, 有女儿接我们就很高兴了。 我父母一向很喜欢他,连路之安也总是感慨, 叔叔阿姨人真好。 那次去我家,他的兄弟们吓唬他可能会被灌酒, 可事实上,我爸妈对他没有半点为难。 去酒店的路上,爸妈对一切都很新奇, 看见庆丰包子铺都要指给对方看。 我带着父母去吃云南菜, 点了招牌的气锅鸡。 我妈说,北京的鸡汤炖得真好喝。 我爸点头,是呢? 而且人家真会想, 鸡肉捞出来浇上料汁又是一道菜。 气锅鸡以外,父母只准再点两道菜。 他们说,已经很好了,钱要省着用。 陪着父母逛玉渊谈, 买樱花形状的雪糕给妈妈。 妈妈说,这么漂亮的雪糕, 一定要发朋友圈。 我爸赶紧掏出手机替他拍照, 阴天光线不好,拍得黑乎乎的, 我见状也掏出手机拍了一张。 我妈看了又看,说, 还是秋秋会拍。 我爸憨憨地在一边挠脑袋。 和父母相聚很快乐, 快乐中又夹杂着忧愁, 心里知道这好时光像沙漏里的沙子, 嗖嗖地流走了。 送父母返程时, 在高铁站, 我妈恋恋地对着我看了又看, 我爸很珍惜地握了我的手, 对我说, 姑娘,加油。 在他俩面前, 我始终是世上独一无二, 如珠四宝。 两个人进了安检的门, 踏上了扶梯, 在半空中还对我微笑。 我站在北京南站清冷的空气里, 手抄在口袋, 缩着两只肩膀, 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很快得知陆芝安周末跑出去忙什么, 单单和他在一家公司, 有天甩了一个内网帖子给我。 他说, 老娘一眼看出是他发的。 帖子的标题是, 稳定的关系和怦然心动的真爱, 应该选哪个? 和女友学生时代就在一起, 关系稳定。 可是近期又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学妹, 她用崇拜的眼神看我时, 真的很难不动心。 刚认识的时候, 我对她态度并不好, 可她那么单纯, 一点也不往心里去, 反而对我很好, 久而久之, 我便不好意思了。 最近几个周末都在帮学妹准备春招, 替她改简历, 动用所有关系帮她内推, 手把手教她刷题, 好久没有这样为一个人忙前忙后。 想想女友前几天问我, 能不能帮她内推? 我下意识地觉得麻烦, 劝她放弃, 大场不好进。 现在在学妹这里, 我连她春招的offer, 怎么谈薪水都提前想到了, 也许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评论区多数人都在讨伐楼主的建议思迁, 唯有一位老哥沾沾自喜地分享经验,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 结婚以后又遇到心动的人。 我向老婆坦白了, 和她一起复盘关系里出现的问题, 最终解决了这场危机。 读到这里, 我有种欲偶的感觉, 这膨胀的自恋与极度的自私 已经溢出了屏幕。 我只希望陆志安不要得到灵感, 跑来对我说, 我爱上别人了, 怎么办? 我怕自己当场吐出来, 继续翻评论区, 看到有位姐妹在怒吼, 求求你了, 直接和她提分手吧。 而陆志安的回复使我浑身发冷。 她说, 最近奶奶身体不好, 害怕如果和她分手, 学妹那里又没把握住, 两头都落空。 大家不要苛求我, 我只是一个想获得幸福的普通人。 我合上电脑, 在脑子里回想和陆志安的这些年。 上大学时, 攒到钱我们就出去旅游, 为了省钱做夜行的卧铺, 她总是把下铺让给我。 一米八的个子挤在狭窄的上铺, 为了使我放心, 还装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她上进, 热心, 同学员一直很好。 毕业前, 许多人助我们早日结婚, 谁能料想到后来, 我活成了她的备选方案。 我站起身, 找出小行李箱, 先把证件放进去, 然后是贴身的衣物和多年来买的书。 我准备离开了, 环顾和陆志安住了两年的这间屋子, 小阳台上晾着欣喜的床单。 我想起那天, 我请她帮忙折一下床单, 她明明不忙, 却坐着不动, 在我催促下财, 终于起身, 随口便说, 催催催, 该不会四十岁的时候, 你也变成那种泼妇吧。 那时, 我多么难看。 一通电话将我从回忆中惊醒, 是陆志安奶奶打来的。 她语气温柔, 秋秋, 奶奶新做了瓷疤, 明天寄给你哦。 你不是最爱吃奶奶做的瓷疤吗? 等槐花开了, 和志安一起回来, 奶奶再给你做槐花饭吃。 我心酸地回应那头, 好呀, 奶奶, 谢谢你。 陆志安的奶奶早年守寡, 一手把儿子养大, 又带大孙子。 可是年岁渐长, 儿子儿媳开始嫌她多余, 话里话外挤兑她, 老人家好强, 去上海做保姆, 后来连陆志安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她出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七十多, 剪着月牙式的短发, 用黑色钢丝发菇把碎发都拢起来, 特别清爽精神。 她自然地握住我的手, 眼睛精亮, 鱼尾纹里样着笑意。 她对我很好, 可她是陆志安的奶奶, 我们终究没有缘分。 春招在热烈地进行, 朋友圈里常常看见招聘的信息。 按照陆志安的计划, 许林一旦拿到offer, 前程确定下来, 她便要表白, 那时如果一切顺利, 便可新人换旧人了。 我找到一个开间, 离我的公司很近, 价格也是我负担得起的。 陆志安曾经贴见, 问我, 这又不在防补范围, 看她做什么。 我没说话。 这天下午, 陆志安难得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 今天要加班, 时间会很晚, 我在外面住, 你先睡。 我正正地看着几分钟前 邮箱里收到的预定成功通知, 是北京城郊的温泉酒店。 陆志安已经忘记, 大学时我们不分彼此, 他有一些平台填的是我的邮箱。 深夜十二点, 我在新住处拨通陆志安的电话, 隔了许久, 才听到他压低声音为了一声, 接着先发致人地说, 不是说过我在加班吗? 我语气平静, 我们分手吧, 不要再联系了, 我已经搬走了。 秋秋, 你什么意思? 你不高兴了? 有什么事, 等我回去再说行吗? 见我不讲话, 他语气急躁起来, 你怎么也开始学会这一套了? 我不过是加班, 又不是在外面玩。 这时, 我们隔着电话, 同时听见一个娇软的声音, 哥哥, 你为什么出去了呀? 我冷笑道, 不是在外面玩吗? 便挂断了电话, 一滴眼泪挂在眼角, 被我随手抹去了。 指甲边缘有块死皮翘着, 已经被我下意识地撕扯了好多次, 指甲前一时又找不到。 我在行李中翻捡着, 突然停下来, 在手机上搜了附近一家美甲店。 很近, 几步路就到。 到了店里, 我窝在沙发中放空大脑, 静等工作人员 把我的手仔细修理, 打磨。 做完指甲便回家, 把投影仪找出来, 擦干净灰, 放一部电影看。 周末可以报名插花客, 或者普拉提。 山穷水尽处, 转个身, 便发现其实天地广阔。 陆志安丝滑地 换上了新的情侣头像。 单单截图 他的朋友圈背景给我看, 妆容精致的女孩捧着蛋糕, 朝着镜头微笑。 容貌交好的女孩, 发出来引人新鲜, 便不在意隐私了。 单单不愤, 骂我太怂, 你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我安抚地拍他手臂, 好声好气, 要不, 我写个控诉他 无缝衔接的PDF文档, 去你私内网进行传播。 单单斜着眼睛看我, 并不上当, 我知道你又在开玩笑。 我说, 单单, 你还记不记得林墨学姐? 怎么不记得? 她声音低下来, 林墨学姐 曾经是我们共同的偶像。 她童年随父母在国外生活, 能讲一口流利英文, 白天鹅般修长的脖子上, 常戴一串细细的珍珠项链。 学姐谦逊温柔, 十分照顾我们这些后辈。 就是这样气质清雅的她, 有天在年级大群连续发几十条消息, 控诉男友反复出轨, 脚踏两只船。 她的话已经失去连贯的逻辑, 颠三倒四, 又把男友和小三不堪入目的聊天截图 在各个大群里传播。 我和丹丹清楚记得事情发生那天, 我们正为了讨论小组作业, 坐在学校咖啡馆里。 有个女生兴奋地叫起来, 有瓜痴, 好大的瓜呀。 大家纷纷掏出手机, 一扫先前昏昏欲睡的情形, 各个兴奋地睁大眼睛。 那女孩突然很痛快地说, 学姐那么傲气, 还不是照样被戴绿帽子, 看她以后还装不装。 我和丹丹对视, 同时感到彻骨的悲哀与恐, 这女生平常可最喜欢 给学姐朋友圈点赞、评论, 上公共课时向外怨的人夸耀学姐, 口气宛如那是她亲姐姐。 于是我们明白, 人实际上是很缺乏同理心的。 歇斯底里的发泄固然痛快, 真正为你伤心、气愤的, 有几个人, 但背后看你笑话, 借此贬低你的, 又有多少人。 哪怕你是再美再优秀的一个女孩, 一旦失去一个男人的欢心, 就给他们抓住把柄, 觉得你一定有些不堪之处。 仿佛一个女人最大的价值, 借由男人的忠诚实现。 我和陆志安并未结婚, 双方不负有忠贞不二的责任, 他不再爱我, 我抬脚便走, 何必自怨自艾, 纠缠不休。 分手后不到一个月, 我的微博多了一个关注者, 他给很久之前, 一条怀念高中时代的微博点了赞。 我看到照片, 和陆志安朋友圈背景是同一个人, 那么就是许林了。 这又是唱得哪出? 才交往不到一个月, 就拉前任来做情感中的调剂吗? 他新晋发了一组美食照片, 其中一张桌子对面是个男人的手。 再往前翻翻, 则是小女孩暗恋成真的心路历程, 很多人评论说好甜好甜。 许林在微博上有小一万粉丝, 主打名校美女人设, 如今有了帅气优秀的年上男友, 正好更新恋爱日常。 我反手就点了个关注, 毫无波澜地看着她秀恩爱, 当作一场人间观察。 如此这样, 过了半个多月, 有个从前的同学幸灾乐祸地来告知我, 陆志安要求婚了。 他说想给他奶奶一个惊喜, 问我求婚时找到哪一家策划公司。 于青秋, 我真没想到求婚的对象竟然不是你。 可惜啊, 你二十八了吧? 还是二十九, 女人越老越不值钱, 你可得抓紧了。 这同学曾经对我示好, 我却因讨厌他爱炫富, 没理会他, 想不到他怨念至今。 他喋喋不休时, 我刷到许林心发布的微博。 他参与了一个00后的你拥有什么的讨论, 列出自己和男友的薪资以后, 遭到评论区质疑。 在普通大学生毕业只有五六千收入的年代, 互联网高级工程师的收入使人责舍。 如果许林再老到些, 他可以不予理会, 自然有懂行的人替他说话。 可他毕竟还年轻, 很快就甩了张截图出来。 那是陆之安新鲜出炉的工资单。 图片中隐隐可见的水印是陆之安的名字。 公司明文规定不可以泄露工资详情, 一旦踩了红线, 迎接他的将是开除和没收期权。 这些天因为秀恩爱, 许林的粉丝数已经涨到十几万了。 网友对钱和不公平都很敏感, 事情如我预想的一样迅速发酵。 很快, 单单发现陆之安的工作账号 已经停止使用。 在互联网公司, 再优秀的人也并非无可替代。 他们又一贯雷厉风行, 今天的事情等不及明天做, 说开除就立马开除。 陆之安失去了年薪近八十万的工作, 一失业, 真爱便离他而去了。 他深夜在朋友圈发疯, 你想要的化妆品, 我哪次不是马上去专柜替你买到手? 分手才几天, 你就晒别的男人买的包。 难道我买不起吗? 可能因为实在复合无望, 三天后, 陆之安锁住朋友圈, 换掉了情侣头像。 我休年假回去看父母, 顺便去拜访高中时的班主任。 站在朱老师办公桌旁, 远远地听到操场上的笑语, 那声音混合着黄昏的气味, 特别熟悉, 仿佛下一秒就会回到课桌前, 演算永远算不完的数学题。 朱老师弯着腰在柜子里摸索了很久, 终于直起身子, 拍打着手上的纪念册, 找到了。 纪念册上的灰尘显示着十年的光阴, 确实的存在。 一同看完了我们那届的照片, 老师随手又翻出一本, 指向一个瘦削的女生, 问我, 这个叫许林的, 你还记得吗? 如今, 许林这两个字听在我耳朵里, 滋味可不是很好。 但同名的人很多, 老师既然问起, 我便凑上去看了一眼, 随后摇摇头。 朱老师笑道, 不记得也正常, 他比你想好多见呢? 那年这孩子来上学, 又胳膊骨折了, 小脸白得像纸。 他说是自己跌倒的, 可是我看那胳膊 只是草草地包扎着, 又想起他爸那副 凶狠无赖的样子, 我就猜到又是被打的。 他爸听说是搞传销的, 一开头捞到钱了, 不然也不会把孩子 送到市里来上高中, 可是很快就没钱了, 连生活费都不给。 有次我去他家 帮他办贫困补助申请, 竟然看到当父亲的 把女儿往车上拖, 要带他去什么 大人物的酒局, 这不就是逼着女儿 去陪酒吗? 好在孩子争气, 考试总是前三名。 可是又胳膊骨折, 以后就是期中考, 没有手能写字呀, 一下子考了全校倒数。 其实要是一般的孩子 早就趁机不考试了, 可这孩子心思重, 整日低着头, 看起来很受打击。 讲到这里, 朱老师含笑瞥我一眼, 说道, 这时我就想起小秋同学了。 我恍然大悟, 想起来了, 高中时我参加女生足球队, 虽然技术不咋地, 在绿草阴阴的足球场上 倒也来来回回跑得起劲。 有天踢球时被人撞了, 本来就地一滚变形, 我却一时兴起, 潇洒地右手称递, 好吗? 手断了。 那阵子, 刚有个男生打篮球断了脚, 老师叫我们小心, 我却又给他一个惊喜。 朱老师气得把我俩拎到教室第一排, 一左一右地摆着, 以示警戒。 每天待在老师眼皮子底下, 没法偷偷看小说, 实在无聊, 我便练习左手写字, 当右胳膊好的时候, 左手已经写得像模像样了。 朱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讲到 这个同样断了右手的同学, 叫我拿左手写一封信鼓励他。 我那时好像刚大学毕业在家, 还没开始北漂, 发现自己左手写字的肌肉记忆还在, 热情洋溢地写了长信一封, 又从鸡脚嘎拉翻出我断手后的鸭蛋卷子一同寄出, 卷子上字没有一个, 鬼画符可是画了一堆, 我想给她看看, 烤灵蛋也没什么要紧的。 学妹看了我的信, 一个月以后回了封短信, 字已经写得很像样子。 既然有这样的渊源, 我凑上去又看那女孩的照片, 高考后的合照她仍穿着夏季校服, 白衬衫黑裤子在一众连衣裙中肃静的显眼。 生硬的夏日强光下, 依然看得出是个清秀美丽的女孩子, 而且有点面熟。 回京以后, 有天中午, 同事说楼下有个叫许林的人找我。 当时, 我正在茶水间打哈欠, 等着咖啡机往马克杯里吐咖啡, 文言隔着落地玻璃窗往外看了一眼, 楼下的人正好抬头, 吓得我一个猎气。 这是什么时代? 我没去找她, 她倒跑来找我了。 躲也不是法子, 我戴上冷漠面具, 拿着公卡下楼。 她今天倒是很朴素, 没化妆, 看见我下楼, 快步迎上来, 细声细气叫了句学姐。 然后, 她愣在了原地。 我也愣住了, 素颜的她和毕业照上那个人实在是太像了。 十分钟后, 我和许林对坐在公司楼下咖啡店, 艰难地理清了思路。 许林是来找学姐的, 春招季她收获颇丰, 接近二十年寒窗, 终于从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学生, 变成前途有望的职场新人。 她觉得, 是时候来见当初帮助过自己的学姐了, 从前她不敢来, 觉得自己只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她知道学姐叫于清秋, 是在那信纸上第一次看到的名字, 刻在心里小十年, 见面那刻, 认出来就是前男友手机里看到过的脸。 我呢, 我好不容易武装了心灵, 打算和小三当面罗对面鼓, 却发现对方是上门认亲的。 这叫什么事? 感谢这家咖啡店, 喜欢用大而无当的超大号咖啡杯, 我在硕大的杯子后面尴尬得呲牙咧嘴, 足足做了两分钟心理建设, 才放下杯子。 对面的许玲一口咖啡没喝, 脚着手磕磕巴巴地说, 学姐, 打, 打扰了, 我这次来就是想感谢你,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他双手朝我推过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然后像犯了错的小学生, 紧盯着桌面不抬头。 我打开一看, 是条白金的项链, 坠子是玲兰花, 风格低调典雅, 一定很贵。 记得学姐信里抄了首封灵草的诗, 那天看到这条项链, 就觉得很适合你。 我努力回想那封信, 诗没想起来, 却想起朱老师对我说过的话。 那时天色已暗, 晚风渐起, 朱老师望着窗外, 神色忧虑, 不知道这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说到底, 此刻坐在我面前的是十年前就结缘的学妹。 我收下了她的礼物, 告诉她朱老师很挂念她, 有空回去看看。 回到公司, 我立马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隔间里, 抱着头用脚趾抠了肩宽敞的三十一厅。 也许我应该横眉冷对, 而不是轻轻放过。 毕竟, 她做出那些伤害我感情的事情时, 也并没有手软心软。 用单单的话来给我找借口, 那便是因为没吃过大亏, 所以心太软。 从小父母宠爱, 学业顺利, 被陆志安背叛这件事, 是我接近三十年人生吃的头一个亏。 余光瞥见手机弹出一条微博消息, 我下意识地拿了起来。 一通检查, 我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许林是通过高中校友找到我的微博, 并不是陆志安那条关系链。 这意味着她关注我, 并不是为了炫耀。 我心中依然有一律挥之不去, 总觉得许林做的事情, 有什么地方说不通。 她给人的感觉, 不是那种愚蠢张狂地, 在微博上晒出难有工资条的人。 而且, 即使是实习生, 入职也会接受公司规定的宣讲, 她应该知道那是红线。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时间到了五点半, 我关了电脑下班。 北京初夏的街头已是绿影婆娑。 周末, 公司有位同事请我帮忙, 陪她去商城替她母亲挑生日礼物。 同事叫安明哲, 身材瘦靴, 喜欢穿衬衫搭配真知开衫, 曾留学日本, 颇有文艺青年气质。 我和她并不相熟, 也许聚餐时互相递饮料 说过一些类似 谢谢不客气之类的话, 但那根本算不上交流。 只有一次, 在办公室聊到小说, 有位同事插嘴, 嗯, 安娜卡列尼娜? 世界名著不是小学生才看的东西吗? 成年人谁看这个? 我很认真地回答, 安娜卡列尼娜是超级棒的小说, 成年人才看得懂。 一向沉默的安明哲 突然毫无预料地拍掌笑道, 说得好, 倒是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买礼物的过程很顺利, 他在柜台前很快选定了丝巾的图案, 还剩小半天时间可以打发, 于是我们顺路去了北海公园, 在波光淋淋的岸边闲聊着一些话。 我已经萌生回老家的念头, 言语中流露地退役被安明哲捕捉到了, 他问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懒得细讲, 便付眼道, 北京的房子太贵了, 买不起, 不想过被房贷压得喘不上气的生活。 他听了以后, 很快地说, 找一个在北京已经有房子的对象不就行了。 你这样的女孩子, 喜欢你的人本来就很多。 我感到尴尬, 正不知说些什么好, 前方有个人回过头来, 竟然是陆之安。 他快速地扫了我们一眼, 脸色晦暗不明。 然后他加快脚步, 走上了一条岔路。 我收到陆之安的邮件, 发现时间是深夜三点。 以前他很喜欢用邮箱给我写信, 邮件末尾, 春天便住春安, 夏天便住夏安, 还有秋安, 冬安, 四季在邮箱中流转。 我实在很好奇, 于是点开看了。 以下便是他写的信。 小秋, 请允许我 仍然这么叫你。 昨天在公园偶然遇见, 我无法描述自己那时的心情, 想要赶紧逃离, 却又忍不住驻足, 想多听到一点你的声音。 这些天, 我总是回想起 很久以前的一个场景。 那时你还不认识我, 春天的傍晚, 我和师兄一起从教学楼出来, 看见马路对面 一个穿着粉蓝色的连衣裙的女孩, 微笑着朝这边招手。 阳树叶子间露下的几缕斜阳 在你脸上跳跃, 晚风如水吹动你的裙摆小秋, 我好像从没对你说过,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到现在, 我还能记得表白成功那晚 不可置信的狂喜。 可是, 小秋, 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弄丢了你? 一想到前段时间, 我愚蠢的举动, 后背上变像有很多根针在此。 你应该也听说了, 我已经被辞退, 离开了大厂, 暂时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可是也正因此, 我终于有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间。 这样一来, 我便认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我以为幸福在别处, 却恰恰弄丢了能使我幸福的人。 原来, 我就像水里的鱼, 时刻享受着水的温柔, 太习惯以至于以为无关紧要, 离开了才发觉。 小秋, 奶奶已经去世, 临走前, 我父母还在惦记 她是不是交出了全部的存款, 我辜负你这件事也使她失望。 她说, 有福之女, 不进无福之门, 她希望你幸福。 昨天在公园看到的男生, 想必比我优秀, 希望他会比我更加珍惜你。 原来陆志安的奶奶已经去世了。 我又扫视了一遍冷冰冰的电脑屏幕, 然后删除了这封信。 我辞职了, 预备回家乡工作。 临走时, 安明哲提出单独为我送行, 她妈妈也来了, 才知道阿姨和我是老乡。 在餐厅遇见丹丹, 后来她打去我, 傻呀你, 放着个老实的北京富二代, 不知道抓住。 我笑, 我都不知道她是富二代, 怎么抓住。 丹丹很严肃地说, 秋秋, 你要相信我的眼力。 那老太太虽然穿着朴素的运动服套装, 头发也不染, 吃完饭还打包, 可是她那通身的气质, 家里在北京至少三套房。 她用手敲我头, 看你傻乎乎的, 错过了吧, 不然啊, 嫁入豪门, 风光婚礼, 不就扬眉吐气, 狠狠地打了陆志安的脸吗? 我配合地做出一副很惋惜的样子, 转而问她, 你的婚礼打算在哪里办? 丹丹终于相亲成功, 对方是宾大博士, 在北京985高校, 已经升了副教授。 两边个半一场咯, 我算是尘埃落定了。 说真的, 你干嘛急着回去, 留在这里跟姓安的发展看看呗, 那天她看你的眼神, 嘖嘖。 我收起笑容, 很认真地解答她的疑惑。 单单, 我不能因为在爱情里失败, 就用另一个男人来解决问题。 我和陆之安从大学时代在一起, 连架都没怎么吵过, 以为会一生一世。 可是你看, 说分开也就分开了。 我对安明哲的了解才多少, 怎么能为他改变计划? 我二十七了, 不那么容易陷入幻想, 但是我喜欢这么清醒地活着。 单单以手撑腮, 仔细地打量我一阵, 然后说,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喜欢你。 你是这点最好, 一是一, 二是二, 不骗人, 也不骗自己。 这样的勇气, 我是没有的。 在电子通信高度发达的年代, 快到春节的时候, 邮递员朝我家楼下的信箱里, 投进一个雪白的信封。 我爸去拿报纸时, 顺便帮我带了上来, 感慨这年代, 还有人拿笔写信, 真是有情意。 我把这封长信读了三遍。 信是这么写的, 青秋学姐, 那天你收下我的礼物离开以后, 我坐在咖啡馆, 一直哭一直哭, 把桌上的纸巾全都用完了。 整个咖啡馆的人都盯着我看, 我哭是因为感激, 好多年前, 你救过我一次, 那天你又救了我一次。 你会觉得奇怪吧? 请允许我从头讲给你听。 从记事起, 我就背着耻辱的印记, 我的生母是流落到村子里的傻子, 被奶奶领回家生下我以后, 被救撵了出去。 我的父亲和奶奶都热衷于搞传销, 骗尽了亲朋邻居, 最后把他们自己的钱也搭了进去。 中学时, 我因为没有钱, 只有一件内衣可穿, 室友们故意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打湿, 第二天当众指出我没穿内衣, 骂我不要脸。 于是, 我在晚自习的课间回到宿舍, 用他们的牙刷轮流刷马桶。 学姐, 那时, 我知道自己的灵魂也不再干净了。 后来, 我爸爸又打断了我的手。 在最灰暗的时候, 我收到了你的信。 朱老师对我说, 这是一位同样断过手的学姐写的, 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 我把信压在枕头下面, 揣摩着你的样子, 你一定很喜欢笑, 笑起来眼睛像温柔的月牙。 右手康复以后, 我还是常常用左手写字。 后来, 我考上了大学, 还交往了一个很优秀, 很温柔的男朋友。 我想等毕业以后和他结婚, 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 但是很快, 厄运又降临到我身上。 我爸逼我去那个传销团伙的头头身边, 这样他就能成为自己人, 就能赚大钱。 我想办法从家里逃了出来, 很快便接到电话。 我爸在找我的路上, 被车撞了。 我不敢相信地反复确认, 所以他真的当场就死了。 他死了, 对吧? 对面再次给了肯定的答复, 我在狂喜中抬起头, 结束了, 被折磨纠缠得灰暗的过去, 都随着爸爸的死结束了。 但是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男友正用看虫子一般的眼神看着我。 他实在无法接受一个迫不及待, 希望自己的爸爸去死的女生, 于是抛弃了我。 我在那一刻知道男人是靠不住的, 并且恨上了整个世界。 我玩弄男人的感情, 用各种办法捞钱, 既然我前二十年都在吃钱的苦, 那我一定要拥有很多钱。 我表面上装作天真单纯, 其实心里呈满苦枝, 因而变得牙字必报。 去实习以后, mentor苛刻又冷漠, 不肯花时间告诉我必要的信息, 却在周会上当众把项目进展缓慢的锅推给我, 私下里还骂我怎么什么都不会, 是怎么混进来的, 于是我决意报复, 表演出一副崇拜对方的样子, 把对方利用到无可利用, 再狠狠甩开。 学姐,对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你的男朋友, 我毁了你的生活。 在那之前, 也毁了许多人的生活。 学姐, 那天见到你, 跟我想象的没什么差。 你像月亮最光明的那一面, 相比之下, 我就是月球背面, 阴暗冷记的环形山。 就是你收下礼物, 原谅我的举动, 再次拯救了我。 我从你的宽恕中, 感受什么是真正光明的人格。 学姐, 那条链子是干干净净的, 是我用实习工资买的。 你又从泥沼中拉了我一把, 谢谢你。 事情的真相, 要是讲给陆志安听,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心情。 他曾经以为自己左右都有得选, 以为许林在天真不过。 其实, 陆志安也不是一下子成为那种人。 曾经的他不那么斤斤计较, 也并不苛刻粗鲁。 记得那年他去参加 E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队友生病, 他一个人写两人份的代码, 好几天不睡。 比赛完回来, 穿着西装大踏步从机场通道走出来, 一见面就将脑袋搁在我肩膀上, 说他困死了, 要大睡三天三夜。 可是仅仅在机场餐厅休息了一会儿, 一回学校又去和老师讨论论文。 陆志安靠着三篇核心论文 拿到Super Special Offer, 意气风发地进入大厂, 却遇到mentor把他的成果全盘抢走, 还要在环平时踩他一脚, 遇到领导把同一件事交给两个人做, 美其名曰赛马, 让他痛苦地觉得自己完全被荡成工具。 我没资格指责陆志安不够勇敢, 不能坚持初心不变, 因为我没有遭受过那样 足以将理想消磨殆尽的折磨。 但我和他的感情是晚了。 得知我回老家以后, 陆志安伸出求复合的橄榄枝, 态度十分谦卑, 可我不愿意了, 我和他的感情已经玉碎, 不能瓦全。 许林放弃了大厂offer, 注销了微博十万粉的网红账号, 去了丹麦念书。 单单婚后第二年便生了小宝宝, 我荣生秋秋阿姨。 我在家乡买了房子, 离父母不远, 付了首付以后, 公积金覆盖了大部分房贷。 装修时偶然发现很多年前收藏过出租房改造的方案, 在走出校园以前, 我是真的相信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比较愉快的生活的。 只能说人生充满了不确定, 感情尤其如此。 但是有从小到大获得的爱意做后盾, 充满不确定的人生也并不可怕。 就像前几天遛狗时在街角撞上的男生, 他约我一起逛书店, 相处下来, 也许会成为我的爱人, 也许只是一个过客, 都没关系。 像杨谦华歌里唱的, 当作四处消遣散心, 预备六十六岁初吻, 也许我六十六岁才结婚。